矿比比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价景投资 这个盘是不是如同我规划了 它就是在整理 前天开高走低大跌137天 昨天开低走高又大涨100多点了 今天又再度的开高走低 虽然是整理盘 但是它是一个多方控盘的强势整理盘 怎么说 今天台股开高走低 尾盘变小跌三跌 你所看到的上市贵 掌停盘的加速几家 23加28 51加 跌停盘也不过两家 所以这个盘多方胜还是空方胜 很清楚的一个答案 所以整一个台股的一个筹码面 对它的获释 更有利于它的往上发展的空间 虽然最近的一个融资余额有增加 最近散户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这根长黑杀掉五数亿 但是你所看到的是 多方控盘的架构 散户经过前几年的一个洗礼之后 我觉得你们功力变高了 虽然近期融资余额有增加 但是它的筹码还是很稳定 跟前几年比较你就知道了 你看一下 今天到昨天 融资余额整个一个余额高达1523亿 今年度的一个新高水准 你们看到1523亿 但是你往前一看 跟107年当时候指数不过1126亿 比今年度的1303亿更低 但是融资余额更高 1889亿 再往前一看 104年度 当时候指数不过再1万点 但是融资余额更高 2168亿 你所看到的是指数推高的过程 融资余额确实是往下创新低 所以这个盘筹码面还是很稳定 当然还是有利于盘式的架构往上走高 所以虽然这几天再整理 整理盘怎么操作 几掌几叠反向操作 我已经讲过了几叠才可以买 那几掌你要适时的减码 讲得够清楚了吧 礼拜找盘几掌 我告诉全理会员 不追高该减码我带他们减码 早盘大涨102点 我国际卖在340 那昨天开地走高 几点是不可买 国际趁昨天压回在平盘之下 328接回了 那今天一样 早盘台湖大涨快100点 我一样告诉我们会员 今天当然不追高 该减码我会减码 国际今天早盘 我再度的在340做卖出的动作 这就是我对盘式的规划 以及策略面如何符合盘的规划的一个走势 所带给会员的建议 他怎么走 高票我就怎么做 大盘给你一个方向跟策略应用 大盘你如果看有做高票 所以今天早盘我们卖出了什么股票 琪丽星有没有卖 重点是低档你要会买 8月25号的琪丽星 三天转折向上 有低点赶外上车 你可以跟我买在95.4 买完96.7就赚一块多 8月26号隔天平板以下再买 买在96.3 8月27号提醒你 有低点要赶快上车 当天的低点 我一样告诉新闻员可以上车 28号来到99.4强 礼拜二 昨天琪丽星来到101我没有卖 今天琪丽星利用台股大涨 100做卖出的动作 来对视对价一下 9.49不能琪丽星 今天早盘排股涨了一点 涨了快100点 琪丽星卖 100附近卖 9点19分 我股价印起来是不是在100 当时挂100的买单有100多张 你去对时对价 100会不会卖掉 保证定成交 这是我今天利用盘市 急涨的时候 站在卖方调节出的一档个股 卖 有没有卖对看收盘 收盘99.1 当然是又卖对了 所以琪丽星的节目内容 给你的一个操作流程是 有买点也有卖点 绝对不是 涨的时候都是我家的 跌的时候都不敢分析 这种节目太多了 我如果每天要分析 大涨涨你买的股票 太简单了吗 电脑打一打每天都有啊 但是 琪丽星会干那种事情吗 人多的地方总是比较危险啊 我如果区域员富士 跟其他的一些分析师一样 每天都介绍涨停板的股票 所有涨停板都是我们家的 从来不跟你介绍 它是什么样的低点代汇买 它是什么高点代汇买的 你相信吗 你相信每天都可以赚涨停吗 琪丽星没有一天涨停板过 没有一天涨停板过 但是怎么样低档买 今天又如何把档的很清楚 这就是我带给会员的真实的绩效 国具也是一样 8月7号高档402卖 两趟41块钱 就是因为402有卖码 达到320差了82块钱 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嘛 机会来的当然要出手 327接回 402到327差了快80块钱 礼拜早盘利用台股几涨嘛 对340卖啊 昨天利用台股早盘跌嘛 做接回的动作啊 328接嘛 没有错吧 接回之后337嘛 现买现赚啊 那今天整国具 300是再卖一趟 跟礼拜的卖点差不多 礼拜也是卖在340啊 没有错吧 今天340一样没办法站稳嘛 卖 9点13分啦 国具上涨无力 340夫妻再卖一趟 当时候9点13分国具 340一定卖得掉 你放心好了 对高阶的会员都可以跟我对时对价 来看一下 9点13分 9点13分 340.5吧 341吧 所以340一定卖得掉啊 保证定成交啊 有没有卖对看收盘嘛 收盘335 整个国具的一个架构 为什么做的蛮短的 没有办法 它目前是在一个低档的整理形态 今天要卖是因为 它可能还是持续性的整理 一档股票 如果它的一个走势 不符合我的预期 该卖就卖了啊 该卖就卖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整个国具我认为 还是在目前的 所谓横向整理一个架构 那当然啦 我会看 为你的一个资金运用的情况 如果更好的标的 有比国具更强势的标的 国具我就不会接回啊 那如果资金 运用了一个结果 还有一档 可以做运用的情况之下 国具该接回还是会接回啊 没有办法 整理盘 确实国具的一个操作难度比较高 所以呢 反制掌操作啊 你所看到的 我们做几趟 做至少两趟啊 没有错吧 这边 327买嘛 340卖嘛 没有错吧 十几块钱啊 昨天 328嘛 今天340又十几块钱 两趟也是二几块钱啊 不无小补啊 是不是 就怕你看金老师的节目 你不是反市场操作 你是追高杀低啊 340买 杀到三二几卖 这样不对 这样不好 包括今天的建策 我认为 它的一个最近走势 也表现不符合我的预期啊 它就一直在整理 所以我今天利用台股 大涨嘛 320挺立 该卖还是要卖 整个建策之前两阶段的操作 86加38 124块钱嘛 这里你都看过了 是不是 330有卖 打下来五天转折买点 309接回嘛 这样差了21块钱嘛 高档卖 低档接 请老师你给操作啊 之前两阶段就是如此 半道的一个绩效啊 124块钱嘛 309接回的建策 来到342没有卖 我当然觉得有点可惜啊 309到342 33块 没有卖就是没有卖 没有卖之后还变成套牢耶 8月24号杀下来杀到298.5了 谁敢这样的诚信实在的面对他的会员 我问你啊 我本来探钱的 真的是稍微漏气啊 309买的啊 342没有卖啊 我定要告诉你我没有卖啊 结果 上上礼拜四 台股跌了633点那一天 它变成298啊 变成套了快10块钱啊 但是 我怎么面对会员跟观众的 我没有躲起来啊 我说还是看好 298.5还是可以低接啊 没有错吧 接下来呢 低接完之后 拉出中长红来到331.5啊 两笔单都赚钱 对不管309还是298的嘛 没有错啊 那今天呢 利用台股 几涨啊 找完几涨 卖 9点30分的一建策码 320付近卖 30分 股价硬价还是320 你去对时对价 320我卖的 也没有卖对 看收盘啊 收盘多少 310啊 差了10块钱啊 这通抠讯价值10块钱啊 你如果是买10张了 价值10万块啊 所以整个建策 表现不符合我的预期 它整理太久了 所以我认为 今天台股上涨 大盘往上走高 还是要停利 还是要卖啊 所以买在309的 到320赚11嘛 买298到今天320 大概赚22嘛 所以三趟累积的报酬率 86加38加11块钱 你自己算一下 是135块钱 同一档股票 全程公开 三次的买点 三次的卖点 我没一次有浪购的 你有错吧 对包括这根长黑打下来 我一样告诉你可以买啊 这清老师的拿手嘛 绝活啊 低档买高档出啊 是不是 所以呢 三趟 135块钱 所以我常跟你讲 做股票 需要杂乱无章吗 需要每天去听名牌吗 投资老师 哦 那些节目 不知道要选哪一支 你的银员 又报你好几档股票 你的报纸上的消息 每天又有好多档表股 要选哪一支 选哪选去 选哪选去 选就不会人影而已 是不是 清老师的一个操作模式 你很清楚嘛 投资组合不管你用多少资金来跟我配合 大概三趟左右 我一定会出掉 最后才会进行的 对集中管理啊 火力才会集中啊 所以建策 才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绩效出来啊 135块啊 没有错吧 所以今天早盘 一用台股 上涨嘛 卖出了那么多档股票 当然 资金空下来了 可以买进什么标的 有什么标的 今天盘中压回可以买 这一档创为IC设计的 每月营收临层上两位数字 只要五天转折向上的买点 9.53分的创为 营收两位数字成长 强势整理末端 72.5附近买 经过一分钟 我把股价印下来几块钱 72.1你去对时对价 你挂72块半买得到吗 保证一定成交 对当时在72.1啊 所以72.5一定买得到啊 买完之后 尾完收最高 73.8 大涨6.2% 我发完抠讯之后 其实还有更低 你自己看一下 72.5是这条线嘛 72.5附近买嘛 72.5是这条线嘛 对不对 这边嘛 所以呢 这边是不是都在72.5以下 很好买啦 买了呢 你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卖出的股票 往下做修正 今天换股的动作 买进的标的 往上收最高啊 所以如何将你的一个资产 在目前比较高难度的一个震荡整理盘 让你产生最大效果 你当然要跟着高手来操作 秦老师是不是高手 你看我解盘你就知道了 需要我挺你的 需要我帮你的 提醒你一下 请益相挺的一个专案活动 倒数两天 只要50%工具书 超盘心法跟教学光碟 另外秦老师特别准备的这个神秘礼物 你有意愿的 你想把握了 记打电话进来 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成通头部蔡老师 情意相挺 全面五折大优惠 加超盘心法著作和教学光碟 再加神秘大礼 倒数两天 速播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超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超盘心法彩色轻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超盘手的最佳力气 艺术战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成通头部蔡老师 情意相挺 全面五折大优惠 加超盘心法著作和教学光碟 再加神秘大礼 倒数两天 速播专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红灯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天酸 大圣啊 千般不当闹跑啊 违规决于蓝简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调扣驾照六个月呢 吓唯 贵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罪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巨解逃逸 重拔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叫叫叫 内政部警察署欢迎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前几天连八颗都在五百六 你买了没 今天连八颗609了 第一档区第二支既然有买点 是谁送给你的 庆老师送钱来的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把握住 连八颗一个操作 8月20号华为的利空嘛 让股价重挫来到551啊 按计划大胆滴接 我滴接在566嘛 隔天大涨来到606 我跟你预告隔周啊 它会震荡喔 它会震荡喔 所以涨到606这个位置 是检码点 不是去追高的位置 我已经交代过了 接下来隔周 它有没有跌下来 它真的跌下来 它连跌五天啊 上礼拜五啊 来到553 我说这是第二只脚的买点 第二只脚的买点在566 这时间加倍都跟你对过了 保证定成交啊 到昨天你看一下 一样低接啊 566很好买啊 真的很好买 不啰嗦啊 昨天不是给你看抗讯了吗 昨天新委员啊 本来叫他们挂559买 有些新委员好像一位啦 说他没有买到 所以我在10点21分 告诉他们改市价买 21分嘛 股价在564啊 559 560没有买到的 594昨天一定成交 市价买啊 没有错吧 买在昨天的564啊 收盘577 今天来到609了 第二只脚买点 稳不稳 我说第二只脚买点啊 打得越厚实 接下来弹生力道 他就越高 什么是反制掌操作 最近联马克是利多还是利空交集 之前联马克在高档区 是利多还是利空交集 来看一下 8月3号 8月初嘛 联马克报喜千千在望 四大外资同步调升他的财策 8月3号 当时联马克里加 8月初 秦老师站在买方还是卖方 8月6号的联马克我739卖 两趟累计的报酬率 两笔单嘛 加起来174块钱 当时候我是卖的 我站在卖方啊 8月初你家 739嘛卖啊 现在呢 现在是低档啊 低档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外资放利空了 8月26号 外资降频联马克 没有华为的日子 就这几天啊 利空啊 我们告诉你第二只脚 五百六买 我有四欧放炮吗 这就是真正的反市场操作 外资的一个消息面 从来不会干扰到 七好是你的操作 外资的研究报告 没有我跟我研究团队 所收集的报告 更精准啊 你放心好了 否则我为什么在 外资调高平等 上看1739卖 这边外资看坏 我五百六低接 今天六零九啊 所以买在 大家不敢买的低点 相对来讲 我会卖在 大家乱最高的高点吗 金老师的一个操作 有没有带劲有没有带出 为什么那么多人 喜欢看我的节目 跟其他分析师就是不一样 解盘风格 我测标已经涵盖一切了 诚信实在是我的坚持跟原则 什么是诚信什么是实在 我会把会员的口识 拿出来给你对是对价 不管是买点还是卖点 对待你自己看一下 上礼拜三 突破了买点嘛 礼拜四 开高走低啊 可以买耶 礼拜三收在相对高 210啊 礼拜四 207啊 我日秤拉回 低接在207 这会跟你对时对价过的 低接完之后 礼拜一你就真的赚掌停 来到228 赚掌停本来要靠实力啊 在他没有冲出去之前 这边要先买啊 你看到吗 上礼拜四的动作啊 这样不是冲出去掌停板了吗 昨天创高有卖压 卖啊 我说卖在220以上 没有卖在最高啊 因为他回档的速度有点快 不过既然卖压有中 220以上卖 或者大家可以卖在222附近啊 21 222嘛 那尾盘呢 收217嘛 所以你是卖对的 至少相对高点 停你出场 那资金呢 转买这一档基础股 这是哪一档 就是昨天盖回来这一档啊 七月人说今天都清高啦 卖玉泰转买这一档 这档股票 昨天强势突破 而且过情高 强势耶 今天台股开高走低 他收盘是涨的 你知道吗 今天9月2号嘛 我注明一下啦 K线我稍微保留一下 你知道他盘中涨几块钱吗 盘中他涨9块钱 昨天戴会员转进了这档股票 卖玉泰转这一档啊 营收新高 强势突破过前高 今天台股9月2号记起来 大盘开高走低 他再度的创新高 盘中涨9块钱 之后我们会再来跟你对市对价 我们会再重新温习一下那个精彩的VCR 好不好 你看看这档迅德 怎么赚20%的 应该还记得吗 上上礼拜是台股大跌633点 这边是买进了一个时机 上礼拜是创波段高 我80块半是没有做卖出的动作 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了 当时在80.8保证你成交 卖就对了 你不卖 杀下来 连杀三天来到相对低档 所以我说已经来到71块钱的讯德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要跟上 当低阶机会来临的时候要跟上 你如果不跟 你怎么赚到今天的5.5% 什么低档买高档出 高档出完再低阶 我常常跟你分享一个操盘心法 不然大半数在什么位阶 你如果做高票 没法低档买高档出 高档出完再低阶这样的模式 你永远没办法赚到钱 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 人性的弱点 长的时候才敢追 跌的时候怕就砍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是输家 追高杀低 永远改不变 永远你没办法克服人性的弱点 所以庆老师的反日常操作 值得你来借重 需要我挺你的 情意相挺的专案 剩两天 自己好把握一下 这档机有股 每月一收年长两位数字 上礼拜五 趁他回档两天 我说要赶快买 因为筹码太干净了 融资育而来 创下目前的新低水位 就我所知 很多的散户没有这档股票 上礼拜五开始买的 这几天有跌下来我一样买 目前的位置 跟上礼拜五的位置差不多 你看一下融资 这个水位 滴得很漂亮 筹码很干净 你如果再不买 它会来不及 基本面的一个强势 筹码命的稳定 它只要冲出去 少折三成 多折五成 我希望在大涨冲出去以前 赶快跟我上车 需要亲老师帮你 挺你的 情意相挺的优惠专案 剩倒数两天 只要50% 工具书有超盘星码 教学光碟 另外这一个神秘大理 你有意愿 有需要的 赶快电话拨通 明天我带你上车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时 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陈通头顾蔡老师 情意相挺 全面五折大优惠 加操盘心法著作 和教学光碟 再加神秘大理 倒数两天 速播专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程度顾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用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代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尽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 感谢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你想成为股市名师吗 成果顾扩大真柴 即将培育分析师 为头顾注入心血 本公司为正派经营头顾 拥有自家财经电视台 让身为新人的你 有发光舞台 下一个股市名师 就是你 真财真线 零二二七八一